好 不过对民众来讲价格当然还是重点 在新北市呢 这间餐厅呢 遭到民众投诉 民众来买外带的食物 却被要求要付5%的服务费 那么当然觉得不合理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餐厅里面享受服务 为什么要付这笔钱呢 但业者振振有词 说门口公告都有贴 不是没有告诉大家 消保官也说没错 只要有贴公告 这就没有违法问题 多双常复餐点 餐厅里高红满座 店里卖的葱油饼 许多明星 隆爱 夹鸡笔 知名小龙汤包店却传出外带 还要收5%的服务费 这就是480 480 你要打左边吗 480 不是300加160吗 我们有5%的补费 为什么 碎筋啊 碎筋 对啊 可是我没有在那边用啊 是指 顾客看到发票真的傻了眼 仔细看消费460元的发票上 真的收了23块钱的服务费 如果在店内用餐收10% 不打紧 但连外带都要收费 会不会太占顾客便宜 我们三月底就开始公告 有门口 柜台 我们全部都有 这么多年来物价调整 整个我都已经辅导 我们来缴费总统 这一天 发不当当的 有家服务位放华 强调开业5年 将葱 醋 油 让它31红 现在告诉我 然后我们 戚病 我们 Lock150元的 稀疏 感谢观看